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幸林在线 成功减肥可能是不少人的目标 不过如果体重突然下降 就可能是身体响起的警号 这个情况反映了什么问题 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今集请来港大内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李志豪为我们讲解 李医生你好 李医生 其实一个人的体重如何才为之正常呢 有时候在一日内不同的时间磅重 其实体重也会有些分别 这样的话 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原因 其实我们一个人的体重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量度到体重之后 我们会计算一个体重指标 体重指标就是包括了一个人的身高 以及一个人的体重 其实在国际的指引上面 其实有一些特定的指标 为之什么是BMI 我们叫做正常 譬如在亚洲人来说 其实23以上就是过重 25以上就已经肥胖了 一个人的体重 的确会随着你身体的日常生活 可能喝多了水分或者脱水 这些情况是可能有少少的浮动的 但浮动可能是1-2% 但如果在很短时间里面 突然间轻了很多 其实可能5%或以上 但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例如6个月内 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 突然间有这些症状的话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其实会不会身体有什么问题 导致有这些情况 想问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提及到 可能是一些饮食 或者是饮水上面的量不同之外 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是会导致体重下降 体重下降 可以有很多原因 当然第一要去看看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做多了 一些生活上面的变化 令到体重突然轻了 譬如你可能知道自己 可能体重是较高 或者肥胖或者过重 所以你想做一些多些运动 去减减体重 又或者可能你吃少了 或者吃得健康了 所以导致有体重下降 这件事是可以解释得到的 亦是有目的地去做这件事 但有时我们担心 是一些和病理有关的 就是如果当你没有刻意去做一些 增加了你的运动量 或者可能吃少了 但是突然间你的体重急降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5%或以上 可能就要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原因 原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都可以发生 大致可能会有些较为恶性的问题 严重的问题 但其实不等于你一定有 体重突然轻了 就等于一定是世界末日 可能你真的知道 可能有些病是有得医的 但是你要去处理 例如说一些内分泌病 例如糖尿病 甲状腺亢奋这些情况 或者会否长度有什么问题 令到它吸收不太好 有时心情也可能会有些影响 所以如果当时真的有 这个突然间 体重下降的情况 通常一般我们都应该要 好好地去问清楚 病人的病历 究竟有没有什么 其他相关的症状 可能要做一些身体检查 去看看究竟 会否可以有少少的提示 告诉我们 突然间体重下降 会否有什么原因 突然间体重下降 其实都可能是糖尿病 或者甲状腺抗训 等等的一些先兆 其实可否也说一说 他们是否比较常见 以及病理又会是怎么样 我们白姐可以先说一下糖尿病 糖尿病 很多时候可能都未必一定有症状 但是有一些叫做 很典型的糖尿病病 病发的症状 就是突然间很多小变 突然间很颈渴 另外体重下降 亦都会发生的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很多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其实他们一开始 可能因为肥胖 令到有胰岛素抗了的问题 但如果当体重下降 其实表示可能胰岛素的功效已失去 所以导致第一个血糖很高 令到会多了很多小变 令到可能有脱水的情况 另外如果当胰岛素的功能失去 或者不是太好的时候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 用不到身体内的血糖 可能就变成不能用血糖 去得到一些能量 可能需要燃烧脂肪 甚至我们的蛋白质 或者会有体重下降的情况出现 至于甲状腺 其实甲状腺是身体内 一种很重要的海尔蒙 甲状腺可以这样说 是维持一个人的新陳代謝 如果甲状腺亢奋 这种海尔蒙升了 就会导致我们的新陳代謝加快 即是变成我们 吃了下去的养分 或者我们的能量 很快就消耗了 所以就会有体重下降的情况出现 如果真的有甲状腺亢奋 其实也会出现其他症状 很多时候病人除了体重下降之外 会有心跳快了 有时有很多汗 亦有时觉得很热的情况 这些都是一些可你问症的时候 会留意的事情 但这两个就是其中 只是较为我们会看到 有时普遍会是一个 如果有体重下降 我们需要排除的两种内分泌病 当然有其他原因 都可以导致突然间的体重下降 有些人都会担心 其实体重突然间跌了 会不会是患上癌症 其实癌症 是否都会导致人的体重下降 体重下降 当然也是身体患上癌症的一个症状之一 其实有些研究说 但是癌症导致体重下降 其实只是三分之一的原因 不等于你一有体重下降 就一定是等于你生癌症 当然当你有癌症的时候 亦都要看看你身体有没有 在哪个地方有癌症 因为你本身哪个器官有癌症 可能都会有特定的器官的癌症 而引致到一些其他症状 如果癌症而引致的体重下降 可能是因为本身癌症 会有一些发炎因子 这些发炎因子 亦都会导致你有一个 加速你的体重下降的原因 我们会否都可以举一举一些例子 在说 为何不同的癌症 会导致一个体重下降 其实癌症本身导致体重下降 本身一个综合的原因 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一些抗炎因子 但是当然 有时可能因为你吃到癌或者你胃癌 可能因为有一些其他原因 令到你可能吃东西亦都因此而食少了 例如可能一些长度的癌症 你吃少了的东西亦都会容易到你 令到你的吸收不够 所以也是一个体重下降的情况 会发生 如果我们说到是因为癌症而导致体重下降 例如流血或者大便有血这些情况 这些是其他不同的癌症 有不同的症状 其实俗语也有说 茶饭不试 心情不好都自然会影响到一些健康的问题 其实有什么的情绪病 或者心理健康问题 都有机会导致体重下降 其实情绪病 跟体重其实很坦白说可以高可以低 如果当时有些情绪病 例如抑郁症这些情况 其实因为当时可能情绪不好 其实整体对所有的事情都欠缺一个兴趣 有时可能对你进食也没有一个兴趣的时候 这个也会导致体重下降的原因 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去调整我们的运动量 或者食量 但是身体又突然间消瘦 是否应该尽快去做身体检查 我想如果譬如你找不到一个原因 导致你突然间体重下降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亲人 突然间觉得你好似被以前消瘦了 当然如果你又有其他病征 当然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 但如果真的没有其他症状 但是很明显 你和以前比 你都解释不到自己的体重突然间下降了 我觉得应该要去找医生去做一个查询 可能问问你的病例 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 我想也非常有需要 有没有说什么类型的人 其实要特别去注意体重的监察 其实没有说特别的 当然如果病人本身是肥半或者是超重 这些可能真的要去帮着体重 希望体重的指标可以去到正常的水平 但如果已经在正常水平的体重指标的人 我觉得不需要很定时定刻去量度 因为这样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 保持均衡的饮食 身心都要健康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觉得突然有什么异样的时候 就去绑一绑看看有没有问题 今集多谢李医生长迅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